狂風暴雨 沿海公路上的椰子樹 眼看就要被吹斷 哈維以四級颶風的威力 相當於強烈颱風 在當地時間週五晚上十點左右 登陸德州 民眾紛紛撤離 國際太空站拍下哈維巨大的暴風圈 颱風眼清晰可見 當地氣象人員 在颱風登陸時 測得超過八點五公尺的浪高 哈維是十二年來 破壞力最強的颱風 登陸美國本土 登陸前 美國總統川普 簽署重災公告 以便當地更快得到 聯邦政府的協助 美國國家氣象局警告 哈維會在德州上空滯留四到五天 再往東北方移動 將帶來超過一千毫米的雨量 造成災難性的水患 德州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已經動員七百名人力 以便隨時展開救援 鄰近的路易斯安那州 也發布緊急狀態 就怕重演2005年 卡翠娜巨風造成紐澳糧事 超過一千八百人死亡的悲劇 大愛新聞綜合編譽 大愛新聞綜合編譽